6月底福建旅遊業者才到麻祖采線 事隔不到兩個月 中國福建省就正式開放 中國人到麻祖旅遊 海集會也宣布重啟當地服務中心 福建省公安廳出路管理局釋出公告 或發赴麻祖簽註的旅客 可以搭小三通航線 在指定口岸出路徑 最多可在麻祖停留15天 麻祖開先鋒 同樣是小三通的金門也想比照辦理 金門縣議會組團前往北京 會見中國國台辦 期望依照麻祖模式開放遊客到金門旅遊 國台辦主任宋濤回應不會讓代表團空手而歸 根據陸委會統計 在疫情前中國觀光客覆馬祖旅遊年約6500人次 而到金門旅遊的人次是馬祖的50倍30.9萬人次 而隨著中國旅客來台鬆綁還傳出中國平台100多名旅客 6月開始就不斷申請想以包船模式來台灣 開放當然要配套措施了 怎麼來以及如何來 如果配套措施有些東西之前大家還沒有協調好 我覺得可以盡快來進行協調 當然這是屬於陸委會的職權範圍內 就等陸委會核准 從馬祖小三通開始兩岸觀光僵局 逐步看到曙光 記得送到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